馬里奧布爾都被鎖定了 你們在全埋怨 去年3月15號這天 俄軍全面進攻烏克蘭南部的馬里烏波爾 俄軍花了超過三個月 奪下馬里烏波爾的過程 造成烏克蘭超過2.5萬軍民 死於微塵站 還有95%的建築物毀於一旦 這些珍貴的直擊視角 是當時三位美聯社記者選擇不撤離 改用鏡頭記錄馬里烏波爾的淪陷日記 這支紀錄片週六在基伏首映 逃出來的人不怕喚起傷痛 堅持看完 就是要記住同胞們的犧牲 不過週日凌晨烏克蘭又遭到空襲 烏軍攔截四枚飛彈跟三架無人機 而其實前一天俄軍的飛彈 還找上了蒂涅伯羅的兩棟民宅 救難人員從瓦利堆中 拉出超過20名傷患 還有一名兩歲女童 因為傷重不治 烏克蘭檢察總長說 這名女童是開戰以來 第485位無辜喪命的烏克蘭小孩 TV全壯報導